大家好,我是文蕊 一般就是下午有时间我会去这个咖啡厅 这个喝一杯咖啡 然后构思一些思路 然后想一些问题 对吧 然后今天到咖啡厅刚坐下 刚才咖啡刚上来 就看到一个新闻 然后我就很着急的把这个咖啡喝完 赶快就回来了 这次真的是发生大事 什么事情 就是可能很多人也有看到 就是这个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已经跌破到了2700点以下 不是2800点 而2700点以下 就是我看的上证指数 我在网里找的 它是在今天北京时间的2点25分 跌到了2677点 它现在可能又有些涨幅 但是这个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我看很多人都在传这个事情 这速度太快太快了 对吧 不久之前还是3000点保卫战 然后2900点 2800点 当时中国政府很急 然后要推出很多政策 要动用大概几千亿上万亿的资金 是吧 然后也是不行 但是大家总觉得吧 毕竟中国政府在努力 是不是 就算是3000点不行 2800点前后 怎么也得徘徊一段时间 结果 今天下午就突然跌到了 这个2700点以下 2677点 我看到很多人 有人传说2666点 我不知道 反正是 这个事实是已经很明确的 就是跌到2700点以下 这说明什么 说明股市里面 发生了大的震动 真的就崩了 你现在说崩 我觉得很合适了 没有任何所谓的标题党的意味 它里面就是发生了 大规模的采态 不论是外资还是内资 大家就赶快撤 能走就走 对吧 也不管赔多少 对吧 大规模的就赶快走 对吧 这里面肯定是一塌糊涂 现在说你什么爆仓 什么强制平仓 对不对 这很多很多的事情 只有身处其中的这些股民 他们才能知道里面的 这个惊心动魄和这种 就是说痛苦 但是我们在外面看到 已经感觉到 已经是很可怕了 这个事情 那么往下 2500点 这有可以想象 2000点保卫战 是不是要开始了 那整个股市成什么了 对不对 那这个我觉得 它这个对股民的影响 包括一些对于上市企业的影响 这是一方面 它这一点 这个下降的这么快 在这个上市 它等于说是对整个中国经济的 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冲击 主要就是对这个信心 那等于把信心拿过来 放在脚底下踩 全都打碎了 就是这样 谁还有信心呢 对吧 你看到这个情况 它不仅仅影响在股市 它影响到楼市 房市 对吧 什么汇市 债市 到处都在影响 大家的想法 不论是内自外自想法 都是一样 中国不行了 完了 赶紧撤吧 能走 赶紧走 对不对 能卖多少 卖多少 能剩多少 剩多少 是不是 你要现在不走 以后想走都走不出去了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我再说一遍 信心就是被拿下来 在脚底下这么踩了 全都碎了 中国这个经济已经完了 大家往下看吧 这两天大家都看到很多现象了 对吧 就是包括恒大被清算这个事情 各地方开限购 对不对 主要股市的状况 真的是惊心动魄 当然我这么说 可能还有人会觉得 我说的是夸张 你们就慢慢去看吧 没有解了中国这个经济 它这个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资金 对吧 财富在大规模的往外转移 就是这地方没有办法待了 它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在往处走 主要是股市 对吧 股票 抛 赶紧走 然后可能在楼市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不论是外国人买的房子 还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有钱人买的房子 赶紧把房子卖出去 卖出去 对不对 卖出去以后 钱能拿出去最好 拿不出去 他也要拿着现金 现金为王吧 放到银行里 哪怕是贬值 他也比房子 贬的能稍微慢一点吧 人民币 是不是 楼市也不行 然后呢 就是这个汇市 汇率呢 现在好像相对还可以吧 但这个是中共一定要控制 如果现在汇率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变动 就像这个股票一样 那可不得了了 那中共政权就真的要不行了 习近平的权力就这样完蛋了 那是这样 他们还在苦苦的这个支撑 但是呢 支撑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我也并不是很乐观 整体就是大规模的资金 要撤离中国的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呆了 走吧 那你说往下会是什么样子呢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能看到 就是什么呢 中共的这个控制能力不行了 前两天大家不看到了吗 很多这个股民还很有信心呢 说李强也发话了 好像要动用什么海外的 什么离岸的 什么国内的很多很多资金 几千亿上万亿的 对不对 这消息也出来了 大家觉得 哎呀 这个好像看到这个希望了 是不是 你搞了半天 对吧 现在反而降的更快了 已经到了这2600多点了 你说你怎么向 这个全世界说明这个问题呢 只能说说明中共 习近平的这控制能力不行了 他们不想把这个事情弄好吗 他们也想啊 对不对 你说这个事情 对习近平来讲 别的不说吧 这脸面上是多大的冲击啊 那些啪啪打脸呢 磁劲打脸啊 对不对 多大的一个冲击啊 是不是 更何况 这是脸面上的冲击 那食指上的那个冲击 不也是非常大吗 对于整个经济的这种损害 是吧 那真的是要动摇 习近平的这个政权根本了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看着这个 这个股票往下跌 就说明他整体上 对这个社会啊 对这个经济的控制能力 已经不行了 他们现在有点钱 有点能力 就先把汇率控制住啊 这汇率要控制不住 可不多料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一个很真实的这个情况 那么 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 习近平还不忘折腾 昨天我在视频当中 不也提到这个事情了吗 对吧 就说他又是 让他的这个新任国防部长 董军跟俄罗斯通电话 又表明了这种的态度 对不对 要跟这个俄罗斯站在一起 你说都什么时候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又是这个 接受这个塔利班的这个国书 这些事情 你说让全人界的人怎么看呢 那不就是要踩踏吗 对不对 那习近平不就是 帮着那个加速吗 对吧 是吧 所以大家现在 所有的这个念想 就等着习近平身体不行了 身体这个垮了 可能还能恢复点信心 那今天我看到 好像也有人这个说着断子 都是开玩笑了 就说这个 这股市为啥 这个下跌的这么严重呢 当然和这两天 习近平的这个加速有关系了 和俄罗斯通的这些事情啊 还有就是这两天 习近平到天津去了 穿个大衣 好像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然后这股民一看 这我们最后的念想都没有了 习近平好像身体还挺好啊 对不对 那赶紧抛售吧 这不可能有希望了 所以说这个股市就大规模下跌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它也反映民众 目前的这种心态 今天我在第一个视频当中 也提到了 现在这个情况啊 对吧 习近平要是不死的话 这好像什么事都误解了 现在对不对 那起码他得下台 那下台好像是怎么下台啊 对不对 只能是目前来看 老百姓也不反抗 官场也不反抗 那只能是他这个 从他这个身体来看嘛 对吧 当然也不一定是不反抗了 反正我们也看到一些迹象 这个我就 今天就不多说了吧 所以说呢 哎呀 今天我在那个 这个这个咖啡厅喝咖啡 本来是一般我去的话 都会待两个小时左右吧 慢慢的品尝啊 然后仔细的整理自己的思路啊 这个思考 一看到这个消息 就马上就赶紧过来 这个做这个视频呢 哎呀 我觉得真的是 一切这个昨天晚上的视频当中抢掉 现在很多这个大事开始紧喷了 开始一件接着一件啊 反正这个经济啊 是我们要观察观察的一个核心点啊 别的事情呢 它可能会导致中共的垮台啊 但是不一定 但是经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 要是没有钱以后 肯定会导致中共的这个垮台 就像我一直强调的 你车没油了 你肯定车要停了 是不是 对吧 其他的很多政权 像北韩 这大家不用说 他以前是有 他一直是有很多人在背后支撑的啊 你说是中共也好 谁给他资金 那中共要是没有钱了 谁给你钱呢 是不是 大家都等着你去支援的 对吧 那些小兄弟们对吧 你要没有钱了 这些小兄弟们翻脸比翻数都快 他们都不仅不会支持你 对吧 反而会可能倒打一耙 没准是这样 那你自己没钱了 你怎么去支撑呢 对吧 现在这个整个公务员 也是这个冤声载道 对吧 所以说我就觉得吧 这习近平这个日子 肯定是不好过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大事会一件接着一件 咱们得睁大眼睛仔细看的 然后我时时呢 再给大家这个做一些点评 整体呢 这集就说这么多啊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